Hello,大家好,我是陳定邦 今天會講一下2022年任人年的九宮飛升榴槤方位 我先講解一下最好的方位 最好的方位是在東北邊 東北邊就是大財星飛道 大財星大家都知道 大財星我們講過這麼多集 觀眾都應該知道大財星屬什麼? 屬土的 有什麼生土? 就是火生土 很多時候我們先放適合顏色 顏色上面,火和土都可以放 火和土就是紅橙紫黃啡 白色都可以 因為那顆星叫白白 就是白色 在物件上面,我先講一下物件 就是這個白玉川 也不是一次介紹 為什麼要放白玉川? 八顆白色的玉石 所以就是白白 所以就可以生亡到白白飛星 即是財星 記住很多時候就是 放風水物件的附近 例如 那個財位,即今年的財位 東北位,記住 就不要太過髒 或者叫做放很多雜物 因為那裡已經放了很多東西 就是很多雜物 我們一放下去,這個東西都會變成雜物 所以就記得 我覺得就是放風水物件的大概一尺 即那一尺的範圍 最好就是真是乾乾淨淨 就只是放那個物件 那那個物件就會怎樣? 才會站出來的 然後也可以放什麼? 就是我最喜歡的就是放蟬錘 那你會看到這個蟬錘 就是紅色的蟬錘 為什麼要紅色呢? 因為剛才說過,紅色要熟什麼? 熟火嘛 那所以紅色的蟬錘 尤其是我會放呢 當然你可以放一隻 或者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放九隻 九隻紅色蟬錘 那就向著自己坐的地方 或者向著自己睡的地方 那就會由財位遮了蟬錘的力量 就會套錢給自己 那為什麼要放九隻呢? 因為九呢 是熟火的 就是九這個數目是熟火 那所以就是九隻紅色蟬錘 其實顏色、數目、物料、聲音 全部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就是千萬不要小看 原來你想一件事達到最好的效果 為什麼要八粒白色的玉石 你放一粒行不行? 行!沒問題 但是一粒玉 就是你已經種了五行 就是那個物料 然後就是也種白色 但是為什麼不再去加上相對應的數目去生亡它 那如果簡單一點 就是一些觀眾 不想放那麼多風水物件在家裡的 那也可以放什麼呢? 就是熟地毯 那今年就教大家一個招數 例如如果剛好你的門口是東北位 東北位就可以在門口外面 我們放熟地毯 然後就家裡的裡面 如果都放到地毯的話 我們就放一張啡啡地式的地毯 就是由屋的外面火生入去屋裡土 而今年東北這個方位本身都是熟什麼? 都是熟土的 所以火生土整件事我們叫生日 就是外面生些錢入屋 這個效果會是很好的 所以我自己本人 我家裡都是這樣放的 還有財位也是今年太歲位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 東北位為何特別多說 因為太歲位呢 就記住東北位 就不要動土 我理得你採聲還是什麼聲 太歲頭上動土也是不好的 如果有這麼多方位 即八個方位裡面 你到處都不搞 一下就要鑿下去 打釘 或者是裝修 這樣就叫做太歲頭上動土 或者你在東北邊 你的窗境外面 你可能看到有動土 那你就要化解一下動土殺 即太歲頭上動土 不關你的事 人家動 但也會搞到你 到那時候 我們就要拿一個風水師的法寶 即是羅間 向著那個洞土 然後就可以化到這個洞土 但財位之餘 我們會有一個偏財位 偏財位就是正藍邊 正藍邊 今年就叫偏財星 同時間也是喜慶星 兩樣東西都是同一顆星 就是叫九子星 九子是屬什麼呢 屬火的 所以正藍邊 我們就會放一些火屬性的東西 去生黃 一樣就是屬火的東西 一樣就是屬木的東西 即是因為木可以生火 OK 那麼九子位 我們可以放些什麼呢 就是可以放九子紫色的花 最好是鮮花 就是紅色都可以 總之紅橙紫都是火的系列 你記住就是紫色 就會最搭配到整件事 因為喜慶星 即是九子星 講到明白是紫色 那你就當然放紫色 九子星是偏財 又是黃到桃花人員 我經常都說桃花位都不及九子位 那麼正 尤其是單身的男女 想結婚 我通常會幫客人 吹旺九子位 我覺得效果是好過一百桃花星 即今年的整筆位 所以在九子位 我們依然都可以放蟬 九子位可不可以放呢 都是兔錢給自己 是沒問題的 但是九子位就不放白玉串 因為火生肚 肚會變成蝕了火 令火沒那麼強 因為底盤 即是八雲飛星 底底有木 即是三壁星 有木的元素 所以木生火是沒問題的 所以你可以種少少的植物 或者一些木紋 是可以的 如果你夠勤力的話 你肯去照顧花 九子紫色的鮮花 是最好的 第三個吉的方位 就是正北邊 正北邊就是我們今年的桃花位 亦都可以演變到 今年是一個小小的文昌位 待會我都會說文昌位 文昌位就是在東南邊 但是正北邊為甚麼都是文昌呢 這個就是我遲些會教大家 一個叫飛星 即我會教大家為甚麼 總之今年就是桃花位 桃花位就是熟水 當然就是放水熟性的東西 就是黑色灰色藍色 可不可以種花呢 凡是桃花位都可以種花 譬如有些人喜歡種一枝花 簡簡單單 因為一百桃花星 就是一個數目 所以我們可以放一枝花 一枝藍藍色的花 所以在桃花位 我們不會放太多腐爛的東西 你都不想有爛桃花 或者過多花 其實有時候叫桃花氾濫 都未必是好事 在桃花位 為甚麼也會在文昌位 因為本身在白雲底盤 其實也有四六文曲星 變成一百貪狼星 加四六文曲星 變成一個組合 變成一四銅弓 一四銅弓就是文昌 就是定主法科名 就是以前古書 所以在那裡 譬如你放毛筆 文昌塔 或者叫小孩子 在那邊北邊溫書 也是沒有問題 順帶一提 正北邊也是今年的三殺位 三殺位也可以放甚麼呢 三殺位可以放三隻麒麟 就是看著正北 我們去鬥殺 有時候也可以助往到財雲 為甚麼呢 要快發就要鬥殺 或者要快發鬥三殺 我想大家都會聽過 但是記住 千萬不要亂來 殺這件事 不是說你想鬥他就鬥他 你要請一個專業的風水師 跟你評估一下 究竟這個殺 你鬥不鬥得贏 你才會賺錢 否則你和他鬥 可能兩敗俱傷 第四個 我覺得會是挺好的位 就是今年的 正北也是一個小小的文昌位 今年正式來說 流年的文昌星 即是文曲星 就是在東南位 東南位就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放一些高身一點的植物 通常我會叫人種一枝富貴竹 一枝富貴竹 就長得越高越好 亦都可以放文昌塔 四枝毛筆 這些全部都是和文昌有關的東西 或者放一些書籍 即是有用的書 即不是八卦雜誌 我們避開任何一些 玩物喪志的東西 即是玩具 八卦雜誌 或者一些遊戲機 等等 我們盡量離開文昌位 不要放一些無益的東西 至於一些 business owner 即是你在做生意 其實文昌位 亦都可以幫助名氣 所以你想銷售出去的貨物 你都可以放在今年的文昌位 另外就是文昌位 亦都是給打工仔 即是一些打工人士 亦都可以容易被受賞識 即是你的表現 可能會被老闆賞識到 我們通常會放富貴竹 我覺得已經是OK 即是不用太過花巧 四枝毛筆 就是給考試 考牌 interview 這些都是有用的 有好的位置 當然都會有一些 叫平一點的位置 或者叫差的位置 OK 今年還有一個叫平平的位置 平平的位置 就是西北面 西北面就是六百武曲星 也有些人叫它翼馬星 權力星 今年六百星就是西北 可以放一個黃的水晶球 可以增強工作運 財運 亦都可以放一個玉璽 即是玉璽 它本身放在桌上 可以代表權力 西北在翼經 代表男主人 代表老闆 代表權力 所以可以放玉璽 可以鞏固權力 有些人想找工作 或者想作出一些改變 可以在西北的翼馬位 我們可以放什麼 可以放馬 但記住 不是每個人都要放馬 因為我想解釋 馬 它不是每個人都能受到 應該這樣說 好緊的人 我就不太建議放馬 翼馬星其實沒有分好餘懷 它只不過是代表一種轉變 即是能量上的轉變 即是代表變動 特別是動動走動勞碌 但其實它沒有說 保證你一定是轉好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不用命理師傅去告訴你 你都會感覺到自己運氣 是不是在上升 我覺得你自己感覺到 那你就不要去動 不要隨便放馬 即是如果放馬在西北邊 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已經有一件事 你很久都未解決到 即是可能你聊一段事情 很久都沒有動過 或者很想轉弓 即是很想有一個轉變 那你放馬 馬頭最好就是要向外 即是在家以外 可能是看著西北邊 或者是看窗 看門口 都可以的 然後這隻馬 我們通常就 如果盡量選 就不要選那些腳提起 好像很嚇驚 有少少動動作 即是走動 那些會是最好的 當然你站在這裡 都可以 總之馬就OK 可以放一隻或者六隻 那就是會加速到整件事 即是會加速到你的轉變 即是可能你本身那個人 是很想轉工 然後就OK 放了一隻馬 那可能很快有人會 叫你去interview 即是可能真的會轉到 那轉到之後 其實一般你覺得穩定了 我會叫你拿走那隻馬 那如果本身你已經很勞碌 或者已經很好運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放馬 有吉星當然有空星 最空猛的那顆星 今年去到哪裡呢 就是五黃星 就是在中宮 中宮就是五黃星 五黃都是屬土 屬土 我們記住吉星 我們就要生王 空星我們就要壓制 或者我們叫蝕他 今年大病位 就是我們叫災難星 就是中宮 中宮就是移靜不移動 不要動那麼多東西 不要說是風扇 是家裡的中心點 就這樣吹入屋 吹入房 因為會帶動到五黃的氣 會好像搞起了它 然後就會有很多頻頻的意外 或者病 各方面會發生 所以在這個五黃位 我們要放什麼呢 簡單一點 就是六個銅錢 即是六帝錢 記住六帝錢的放法 要不就是全部皇帝都一樣 可能你是康熙的 全部六個都是康熙 要不然 所以六個皇帝都齊齊 就要順序地排 這個就會有效很多 當然 也要放安隱水 安隱水 我已經介紹過很多次 就是鹽水裡面放到銅錢 再放到龍銀 安隱水 然後整盤 放在中宮位 總之全屋的中心位置 五黃今年是中宮 其實已經比過往那麼多年 力量沒有那麼強 就是有少少入了籌 就是籌禁住 力量壓制了少少 我們在那裡也不要放紅橙紫 黃啡 類似的顏色 全部都不放 也不要亂想著 他熟土 我是不是要用木去剋他 其實不是的 因為五黃其實就是 好像一隻老虎一樣 老虎好地地睡覺 那你猜老虎會不會咬你呢 其實是會的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記住一個方法 就是移政不移動 你不要亂搞他 那他就好地地 可能他也不會搞你 所以我們就會用金去蝕他 就是這個原因 除非 當然 這個也是問一下專業人士 除非 你用木去剋這個土 就是你放了一棵很大的植物 或者是經過一些風水師的建議 你可以用木去剋這個土 如果是完全黑得死的五黃星 唉 沒問題 但我建議一般的觀眾 就不要這樣做了 第二個病位 就是人稱叫小病位 我們叫病符星 病符星 即是異黑星 異黑巨門星 就今年在西南邊 西南邊都是病位 基本上化解方法 跟五黃也是一樣 我們首先要避開 不要放紅橙紫黃啡 然後黑色也不行 因為異黑 而且也不會放任何壞了的物件 異黑其實也代表死亡 負難 類似的東西 我們不會加強它 也不會放那麼多動動的東西 凡是病星 即是空星 我們就不去動它 吉星 你動下去就沒有放 然後異黑星 基於西南邊 我們不會放任何火和土的東西 所以都是用金去試 所以我們金代表白色 金色 銀色 總之中宮和西南邊 都是用白色 金色 銀色 有一顆星 也是比較煩 有很多人都很怕 就是叫是非星 是非 在正東邊 今年正東邊 就是三壁星 就是原本的位置 就是三壁星 今年可能在家 因為三壁星 在正東邊 所以很多 如果家中有生子的人士 尤其是兒子 老爸和兒子很容易會吵架 今年會有這個現象 我們要怎樣化解 我們就是要用紅色化解 同時間也要放龍龜 龍龜就是尾向東邊 因為龍龜的龜背 就是用來擋是非 可以是一個阻擋作用 尾也可以化是非 所以龍龜就是我們向著正東邊 可以在正東的楷放龍龜 還有紅色的東西 紅色的東西 我們用火去化 火就是紅橙子 可以放是輝春 勵士風 紅地毡 龍龜 就是這些 記住是非 都是移政不移動 我們也不會放任何八卦雜誌 因為緋聞 一些輿論 都是八卦雜誌 周刊 都是被人看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座望那裡的星 那裡的星 最後一顆星就叫七尺破均星 就是破財星 也叫漏財星 或者有人叫賊星 在正西邊就是七尺破均星 就是七尺星 尺就是紅色 所以我們不會放紅色東西 同時間白色金色銀色都不會放 因為它是熟金 我們要放什麼東西去蝕它 就是我們要放水去蝕它 水就是黑色灰色藍色 可以放一杯水去那裡 有些人在古代 就是怎樣化解七尺破均星 其實他們會放醋 因為他們覺得醋這種物質 就是酸性 可以溶到金 但我就不會叫他們放醋 就是這樣在家裡很臭 所以放水就可以了 有些人也會放安隱水 安隱水其實是挺有用的 安隱水的確是可以安靜到 例如你那陣子是噴噴破財 或者是有被人偷錢 因為破均星有時候 都可以代表爭執的一種 所以如果你發覺是非位 和這個位置 就好像很多東西動的時候 會引起到家床屋幣 很多是非 不妨也試一下在七尺這個位 就是正西邊放安隱水 記住 紅色也是不行的 不要以為是火黑金 如果你剛好門口開在空星的位置 我們要反過來想 不是要先放東西 你放一個物件去化解 這個反而是第二步 第一步就是在空星的方位 我們先不要放錯顏色 永遠有人犯的錯就是放錯顏色 你放錯的五行顏色 就會比較容易引起空星的作用 反而吉星 我都說你放什麼 你放錯呢 都沒有什麼 但是空星放錯了 那個作用就大了 這裡就是今年的流連飛星 然後大家可以在相對應的位置 你可以去找回要放什麼東西 喜歡這條片的人 記得要like、subscribe 和按鈴鐺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我們要來組裝 我們來組裝 作詞